嗨 大家好 我是松山文創园区的志工张启明 今天很荣幸的贤命来带领大家认识松山文創园区 台湾灯会已经睽违了23年 终于重回到台北市来主办 松山文創园区是这一次灯会的四大展区之一 所以希望今天的介绍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 要介绍松山文創园区就不得不提到以前的松山烟厂 这是我前几天在Google Map抓下来的图片 这个就是以前松山烟厂的整个基地范围 南到忠孝东路四段 西边到光复南路 北边到烟厂路 右边是到忠孝东路四段的五五三项 松山烟厂里面的绿色的这个区块 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的松山文創园区所在地 在我介绍之前我要先做一点声明 就是我们是导览志工 导览志工的任务是忠实的呈现 相关单位对这个地方研究 或者收集整理的成果 所以我们会大量沿用别人的资料 那在这个地方我已经尽量的注明出处 那要是有输入没有注明到的地方 还请原作者能够多多的包含 那要是希望我修正的话 麻烦告诉我我会尽快的处理 今天我要分成几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介绍 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成立背景 第二个是烟厂的范围 第三是松山烟炒工厂基地使用的现况 再来是建筑的特色跟经营的特色 接下来就会介绍一下松山文創园区的分区介绍 也就是介绍现在的用途 再来会带大家认识一下 到了松山你应该知道几个应该知道的事项 最后才是一点点的结余 我们就进入第一个部分 园区的前市 我们这是一个古迹 既然是一个古迹 它就有过去的定位和它的功能 这个园区的前身就是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松山烟炒工厂 在1935年也就是日本昭和十年 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香烟市场 以及因应战争带来的军事需求 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筹建松山烟炒工厂 历时了三年多才完成 松山烟厂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卷烟厂 它是以工业村的概念来设计 那什么叫工业村的概念 等一下我们会有交代 这张照片就是在刚盖好时期所拍摄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以工厂为主 其他周边的一些景观设施其实很浅缺 就是大概这种几棵树做一下绿化 其实一个年代的建筑 可以看出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 那个时候的经济状况是比较不理想的 所以它会以烟厂为主 其他的周边设施就会比较简陋一点 这个园区在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 曾经改名为台湾省专卖局中山烟炒工厂 这个时候还是延续专卖局这个单位 那到了1947年专卖局改制成台湾省严九贡卖局以后 它就改名为台湾省严九贡卖局松山烟炒 一直沿用到官场为止都是用这个名称 在1987年达到生产的巅峰 这个时候员工曾经达到2000人这样的规模 产值高达2100亿 所以对国家的就业或者经济都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在那一年之后因为申请加入WTO 开放外国商业进口 国产烟的市场就逐渐的下滑 终于在1998年因为不敷成本所以就停产签厂 在2001年台北市政府 把这个地方指定为第99号设定的古迹 其实是部分的建筑指定为古迹 有部分是指定为历史建筑 那等一下也会有说明 在2011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将松山烟厂 烟厂区规划为松山文创园区 并且委托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来营运管理 2011年11月15号举办世界设计大展正式对外开放 这一次的大展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潮 从此就展开了松烟的新生命 我这边首付的两张照片 是那时候在这个园区担任志工 结束以后要散场在沿途所拍摄的照片 大家还是可以看到 虽然已经擅长了 但是现场还是留有不少的人 那左边的就是当年世界设计大展的吉祥物 三头六臂 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这园区建筑的特色 园区的主题建筑曾经是那个年代的代表 是很值得我们来做一下探讨的 这个园区是在日本维新以后所建 它是融合日本传统精致的建筑技术跟态度 还有加入欧洲新式设计的建筑案例 在建筑界被定位为日本初现代主义 这种建筑物的风格是楼层数不多 内部采用大量的透明玻璃和挑高的空间 利于通风和采光 外观上面比较强调水平线条 很简洁但又很优雅 这种淡褐色也有人称它为国防色 就是飞机在上空从上面看下来 远远的比较看不清楚建筑物确定的位置 所以有时候可以躲避过飞机的轰炸 松山淫厂的主体建筑物包括办公大楼和资源工厂 办公厅在前工厂在后 淫厂办公室的外观是朴实的淡褐色 外观上面很讲究水平的线条 让视线有无限延伸的感觉 每一个转角都是用圆弧形处理 墙面上的磁砖更是精致讲究 大家看一下左边这两张照片 左边这一张就是正面的照片 圆厂唯一的三层楼就是在这里 最上面是一间会议室 其他的都是两层楼的建筑 那我有把路口的大门右上角做一下放大图 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 它是用三种材质去建造出来的大门 看起来是很朴实 但是是很精致 很耐看 所以要是大家有机会 建议大家可以到这边来走走 然后仔细地看一看它每一个细节 这张照片是在呈现 它有无限延伸感觉的那种概念 就是这栋建筑的特色 那也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只有两层楼的建筑 玻璃特别多 然后它很飘高 这张照片是要给大家看看在二楼 在1935年在规划的时候 就有空中廊道这种概念 这非常的先进 我不确定说它是不是台湾第一座的空中廊道 但是我接触过的 是我知道最早空中廊道是一堆 它是连接办公厅社跟资源工厂 这边的地板是木板子 所以当有人从上面走过的时候 就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哒哒的脚步声 以前很重视伦理 所以工人要进到办公室 只要一经过这个地方 办公室那边的人就会听到声音 就会留意是不是有工人到这边来了 所以其实它也有警示这样的作用 办公厅社和烟草工厂 虽然在外观上非常的相似 但是要是仔细观察 可以看出来它们之间还是有不少的不同 办公厅社它比较讲究 就像水平四条 在制烟工厂那边 它只是一个水泥的凹槽 但是在办公厅社这边就是一个突出的桃板装饰 另外办公厅社这边的转角都是圆弧形的处理 看起来非常的柔和 办公厅社的排度不是洗石子 就是特殊材质的水泥板 看起来也精致很多 在经营特色这一部分 要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这个烟厂它曾经是烟厂的龙头 占地有19公顷 是国内第一处专业国产烟的制造场所 也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制烟工厂 在1998年6月停产之前 一直是台湾各烟厂的龙头 它早期也生产雪茄 后期雪茄就淡出这个工厂 然后专注于捡烟的生产 大家所熟悉的长寿 还有新乐园 这些都是这边的产品 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工业村概念设计的厂房 它不但重视生产 它也强调照顾员工的福利 所以这边除了工厂办公室的设施以外 还有育婴房 诊疗室 还有食堂 福利社 草堂 还有很多的运动设施 都落实了工业村的概念 让员工在这边像在家一样的舒适 这边就是它所设立的草堂 它分为男草堂跟女草堂 在我们那个年代 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个年代 洗热水澡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没有瓦斯没有电 所以其实你要洗个热水澡 是需要在厨房或者其他地方 先烧好热水 然后再用水桶提着到浴室 在浴室里面再加入冷水 然后用瓢子咬起来洗澡 但是在这个地方 墙壁上的水龙头 你只要一开热水就来 这时候你要是有空闲时间 还可以洗洗澡以后 到那个水池里头去泡泡澡 水池的另外一边就是灌洗潮 方便大家在那边洗手 刷牙洗脸 所以这个澡堂是很先进 也是很照顾员工的一个设施 每个员工再回去之前 都会先到这边洗洗澡 然后再回去 那育婴房也解决了很多的年轻 他们的员工的困扰 因为要家庭跟工作兼顾 小孩子还是需要有人照顾 育婴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左边这张照片就是大食堂的照片 当时中午时间他们会一起用餐 那就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一千多人集体用餐 这是一个大工程 他们有一个伙食班 他们帮忙规划他们的伙食 然后有厨房的工作人员去帮忙烹调 所以他们是轮流的担任伙食班的委员 然后去做这些服务 那右边的话就是以前宿舍的建造图设计图 因为早期的工厂管理干部都是来自日本居多 所以他们就需要有住的地方 那在靠近光复南路跟烟厂路那个角落 就是宿舍当初屋首盖的位置 那这边的宿舍分成七个等级 他们还是很讲究他们的伦理 所以他们连住的地方也都有分等级 不同等级的人住不同的宿舍 第三个经营特色是它的生产动线非常的流畅 当初会选在这边设厂 是因为这边有铁路经过 所以它就建在铁路旁边 那东西进来跟出去就特别的便利 它的仓库就紧接着铁道 所以东西一下火车就可以直接上仓库 那仓库一出来也可以直接把产品送上火车 那旁边的公路也是一样的顺畅 所以选址他们当初就考量到交通的问题 那它内部的生产作业流程 大家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 它在一楼的部分 它是顺着时钟 从火车卸货进入仓库 然后需要的时候到仓库去取它的烟叶 那到了二号这个地方去拆封 三号这个地方就开始做整理烟叶 包括会去熏叶 会去清除那些灰尘 还有要把叶饼跟叶肉分开来 到了第五这个地方就切丝 切丝以后 早期是用人工的方式把这些烟叶搬运到二楼 后来是改用像好市多输送他们的钞票的那种方式 真空的输送管方式 把烟叶抽到二楼 然后二楼就逆着时针 从卷烟干燥到包装 然后再经过输送到仓库 所以几乎是用最短的流程去跑完香烟的制作 所以效率特别的高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 园区转型以后赋予松烟的新生命 这里原来有近十九公顷的烟产用地 目前规划为下列用途 第一个是财政部赴税史的资讯中心 它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是台北市体育园区 也就是大巨蛋BOT案的所在位置 第三个是台北市文化园区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松山文创园区 第四个区块是松山烟厂文化园区 新建营运移转计划案 也就是台北文创大楼的BOT案 是在这个位置 那最后一个最近才分割出来的 松烟石农教育园区 这个地方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很受地方的欢迎 他们很喜欢到这边来种种菜 也提供给市民做一些农作的教育体验 刚刚有提到2011年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台北市文化基金会 来营运管理松山文创园区 并且把这个地方定位为台北市的原创基地 所以是赴给这个地方很大的一个使命 松山文创园区全区都是古迹建筑 自营工厂还有仓库 它的建筑古色古香 而且保存得非常的完整 是近年来国内外艺文展览 半展的热门场地 除了展览空间以外 其实这位园区还在培育文化创育人才 松山文创园区也推出自己自办的活动 包括总结台北市年度原创能量的原创基地节 每年学生毕业前必办的毕业主题乐 毕业主题展松山文创园区 这是园区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对台北市创业发展 对全国的设计产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接下来就分区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各个场域它目前使用的状态 我会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我自己把它归纳是 跟生产作业有关的建筑 这包括自营工厂 办公厅设计 仓库群 工作作业厂 锅炉市跟警惠市 员工福利的设施这个部分 包括运用室 免费看诊的医疗室 然后供应前提 平工午餐的大食堂 其他的设施还包括有蓄水池 还有员工运动休闲的园区 刚刚有提到这个园区有部分被指定为古籍 有部分被指定为历史建筑 在这边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哪些建筑被指定为古籍 第一个就是办公厅设 就是现在呈现彩色的这个区块 第二个部分就是自营工厂 自营工厂是最大的量体 第三个就是1到5号的厂库 再来郭如房 郭如房也是唯一这个园区 深入到大巨蛋基地的一块地 那为什么会保留在这个地方没有移走 就是因为它很重要 同时它的圆团也不容易移动 有部分被指定为历史建筑 包括机械修理厂 预婴室 检查室 大家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是 莲花池也就是生态检棺池 跟运输轨道也一并被指定为历史建筑 要一并保留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办公厅设 这是这个园区比较精致的一栋建筑 刚刚有提到过 这个一栋建筑是摸字形的建筑 那外形是淡河设 每个转角都很讲究 那正中央就是唯一的三层楼 其他都是两层楼的建筑 建筑结构的主体 是采用钢筋混凝土的框架系统 二楼楼板是木构造 它连梁都是木头结构 然后它的屋顶也是用木梁的结构去做成 所以在里面古色古香 那它的木材都是上海的木材 所以有时候还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 那用木头的原因是有助于通风降温跟增加美感 那其实也有人说用木板的原因 是要跟经济互相搭配 就是表现说经济状况还不错 所以可以用到木头这样的材质去盖房子 二楼的中央是陈类室跟接待室 北端就是厂长室 那南端是制土和暗房 从这些厂房的配置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以前的工厂的配置 跟它所需要的设施 跟现在还是会有一些不同 像制土式的暗房 以前他们都要自己来 那用空中廊道来连接办公厅社跟资源工厂 目前这个办公厅社是当作松山文创园区的营业中心在使用 这张图片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 下面是通道 那上面就是廊道 它上面不是一般的空间 这两张照片就是要呈现木质地板给大家看看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舒适优雅的 走在上面是很舒服的 那尤其是你要是穿着硬底鞋的话 发出来吊吊的声音自己听起来也舒服 那两边绿意盎然 经过这个地方 你很多的压力都会得到疏解 走廊很简单 可是它因为连续性的关系 所以也显得特别漂亮 大家要是有机会到松山文创园区 一定要到办公厅那边去看看它的楼梯间 质朴但是很宽敞很通透 所以走在上面一点压力都没有 那左边这张照片有一个灯泡人 这个是林建荣设计师他的杰作 他常常讲一句话 他说他喜欢孤独享受寂寞 但是他怕把这份气氛影响到大家 所以最近他也办了一个展览 叫做不允许孤独 他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入人群 多跟大家互动 好 接下来是要介绍制烟工厂 就是最大量体的这个区块 制烟工厂是一个日制型的两层楼建筑 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那它的长度有164米 南北的宽度是90米 所以附近的居民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运动 走一圈等于是走400米的跑到一圈 而且不会风吹日晒雨淋 所以变成附近居民的运动场 左边这张照片是要让大家看一看 它的一楼非常多的狼柱 为的是要支撑起二楼的结构 在二楼的部分 它就是一个通透的设计 里面没有半根狼柱 因为它上面就是只有屋顶了 左边这张照片就是当初在音乐切丝的照片 是用比较大型的机器去做切丝 那越大不见得效率就好 后来的话这机器都越来越小 但是效率也都越来越高 那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在二楼 所以它已经是进入捲音了 这是捲音的机器 这张照片是在没有展览的时候所拍摄的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楼的话就是很多的狼柱 那二楼的话就是没有狼柱 这张照片里面还可以看到几根柱子 那是在转角的地方 或者上面还有建筑物的时候 它需要支撑才会有这样的狼柱 再来它除了这些生产作业需要以外 它也做了很多刚刚提到的员工福利的措施 像这座大食堂 其实它是一座多功能用途的场地 它宽22米 中间都没有一根柱子 所以视野非常好 除了是食堂以外 它也是一个运动场 也是个集会表演的场地 所以是多功能的用途 中间这张照片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的情景 那右边是在去年打开台北拍摄的照片 那会拍摄这张主要是要呈现 这里就是以前的整邀室 因为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整邀室的样子了 所以这张照片还可以看出来有标识者 整邀室相关的一些挂牌 还有这一群人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这个场地的大小 所以就摆了这张照片下来 那右边的话就是澡堂 刚刚有看过这一间澡堂 只是呈现一下它的建筑里面还包括这个部分 那它的作业流程刚刚在特色里面我们就介绍过 它是非常顺畅的 用最短的距离最短的时间完成香烟的制造 那在资源工厂的二楼就是以前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品牌香烟的生产地 在这个地方制造了大概大家 只要你生产过程中看到的那些香烟大概都是从这边生产出去的 那之前也生产雪茄 雪茄是用人工一片一片把烟叶捡起来 然后再捡成雪茄的样子再撞到木头盒子里面 所以是很高级的烟品 那时候一包比较高级的雪茄可以买到50包最便宜的香烟 那这边是工人进行包装的作业 他们熟练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那时候是用手工来包装 他们一手抓过来就可以刚好20支的香烟 所以高手在民间就是这样 这边的治疗室不是像一般只有设置一间医生看诊的地方 它等于是一间小型的医院 所以应该有的设施都有 所以是一个很先进的医疗设施 那也是员工很大的福利 再终结一下这些场地目前做为什么用途 雪茄工厂临近的几个空间 现在是作为台湾设计馆使用 台湾设计馆是全球华人第一次以设计为主轴的专业博物馆 那一户是有很多小空间 现在都保留下来当作一项空间来使用 吸引了不少的活动在这个地方举办 北向南向的一楼是都要开放的展间 东向一楼目前是作为小卖所跟风格店家使用 南向二楼创作者工厂是培育设计师的摇篮 那也有如美国创新中心 台湾设计者联盟 以台湾设计沙龙新讲堂这些单位进驻 还有其他的空间当作办公室会议室快闪店在使用 所以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也让这个空间活化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在澡堂外面的一道墙 非常多的木门 古色古香 很多人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拍照 那在玻璃窗 走廊的玻璃窗上面 园区也很用心的请了一些艺术家在这边做了一些装置 像这个就是彩色贴纸贴上去的音乐意象的设置 但是当下午阳光从西边照射过来的时候 它的彩色就会映在地面 非常的漂亮 这边是在南向自燕工厂的外侧 种了一整排的蜂香 在春天长出绿色叶子 非常的清新 走到这个地方就有心晃神移的感觉 再来仓库群 仓库群是位置在北端 靠近铁道的地方 松山烟厂从建厂到现在 主要的建筑都保持得很完好 但是仓库群曾经在1944年的时候遭受到空袭 据说是这样 他本来是要炸台北机场 可是他看错的地方 把我们松山烟厂当成是台北机场轰炸 所以2号到5号的仓库那时候 曾经燃烧了很长 燃烧了4、5天的时间 后来才铺灭 所以后来做了一个下整修 大家就可以看到以前的照片 跟现在的照片就有些差异 另外原来仓库里头 它是用木板地板架高 但是也因为台湾气候潮湿 所以木板地板后来腐蚀了 之后才改铺了一层钢筋水泥的地板 它的另外一个特色是为了加强运输的效率 所以在资源工厂跟仓库之间 建造了一条输送道 这条输送道连接到2号仓库里面 到了2号仓库要下来为了避免碰撞 所以这边有一个螺旋状的输送带 整项的香烟就可以从这边 那顺着螺旋状的输送带下降到仓库里头 那仓库分成成品仓库 原料仓库跟材料仓库 成品仓库的话就堆放做好的香烟 那一部分是从铁轨运出 有些附近的厂商就会直接开始车子到这边来运货 所以非常的方便 仓库群它的大小是这样子的 1号仓库它是独立间 它的面积也最大 它有70公尺长 20公尺宽 2号到5号它是联洞 2跟3洞之间有门联通 那内部的空间达到70x16公尺这样的大小 这五间仓库里面都没有柱子 那为了要支撑它的墙壁 所以它两侧墙壁有伏壁 就好像手去扶着墙壁一样 增加它的支撑力 那为了通风 所以它的山墙上面设有很多的气窗 那北侧就是铁道 有连续的拱门非常的漂亮 现在这五间都是当做展场 也是大家最热门 最喜欢使用的展区 左边这一张就是铁轨保留下来的 现况 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已经做成一条道路 那为了安全起见 铁轨本来是突出的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就把它铺成 跟地面一样高 这样车子经过这个地方 就比较不会被卡住 那另外铁道站间的里程碑 也被保留下来 这个就是原来的样子 保留在这个地方 那大家看看 以前这车站这边 前一站是哪里 后一站是哪里 那它的右手边 就是一个很宽敞的月台 月台也是被保留下来的一部分 超顾内部刚刚提到过就是都没有狼柱 所以是很理想的展览空间 那一号是独立的 二号到五号就是 联动的建筑 它的连续的拱门 是经常被作为圣远家 他们取景的一个地点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锅炉房 锅炉房是 整个工厂的心脏 工厂的动力来源跟热能都是来自这个地方 它旁边的烟囱高36公尺 是以前台北市东区的一个地标 只要靠近台北市东区 就会看到这根烟囱 看到这根烟囱 也就代表台北市东区到了 那现在台北市的地标是101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你可以看到以前的地标 跟现在的地标 所以互相回应也蛮有趣味性的 那锅炉寺为了要调节室内的温度 所以它挑高10米 那它的屋顶上面还有一个太子楼通风窗的设计 那早期的话它是燃烧煤炭 后来改烧重油 等到电力充足以后 其实它就工程增退了 那个时候 澡堂洗澡用的热水 还有机器驱动的动力 都是靠锅炉房这边送出去的蒸汽 然后最近这间国务房 现在也变成一间很潮的咖啡馆 叫做豆流文青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阳明山的豆流森林 他们是联手店 豆流森林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 所以卡玛咖啡也在这边设立一间 豆流文青的咖啡馆 鸭明山是位在森林区里头 所以叫做豆流森林 那来宋正文创园区的 很多都是文青 所以这边就取名豆流文青 有机会可以到这里面来喝杯咖啡 在古色古香的建筑物里头 然后看着厂区外面 很多的绿域 还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建筑物 是一种享受 工作作业场现在叫做机械修理厂 它是位在靠近生态池这个角落 它是一栋12公尺宽 65公尺长 7公尺高的砖木构造 它只有底下是砖头 然后抬肚上面的话 就通通是木造结构 有长廊很重是通风 因为这边原来它有焊接场 焊接场的话 空气不好需要流通 所以它才会增加很多的通气口 我很佩服的就是 早期的检验机 都是从国外进口 常常会碰到零件坏了 怎么办呢 要是有零件的话就换换零件 要是没有零件 他们自己会绘图 然后去制造出来一个同样的零件换上去 所以很佩服以前这些技术人员 他们真的是很到位 那这一间工作作业场以后就会成为一家餐厅 叫做导133 它是雄狮集团旗下的一间公司 雄狮集团它是以旅游企业 然后它找了餐厅 比较有特色的 他们就会学习模仿 然后后来就自己也创立一家这样的子公司 专门开设餐厅 然后满足一些人对美食的要求 所以大概在年底会完成 那有机会的话 大家也可以来这边品尝一下它的美食 好 那为什么会在这边开餐饮店 大家看一下右边这一张照片就知道 它面对的就是很漂亮的生态池 这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生态园区 你会看到不同的季节 每一天不同的时刻都会有不同的场景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住在这个地方 享受一下这边的凉风 享受一下这边的美景 检查室 检查室很小 所以我让它跳着进来 它是在一个比较角落的位置 虽然是在比较角落的位置 可是目前是大概游客进来园区 最主要的通道的旁边 所以也是游客进来 第一个接触到对外开放的一个场域 所以它也很占有地力 那这个地方很适合作为小型的展场 或者快闪电来使用 那早期是警卫室在日据时代 后来国民政府以后改成检查室 检查室是最早燕场的警卫室 那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就变成员工上下班时的检查室 为了防止员工吃长香烟离开工厂 所以每天上下班员工都要排队检查 那男女生是分开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门口有铁栏杆 这个就是为了要让员工去排队使用 那检查室目前是作为小型的展场 或者快闪电经营它占有地力 所以其实在这边也都可以有不错的人潮 好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育婴房 育婴房小小的一个区块 也是在生态池的西侧 它的建筑跟工作作业场有点类似 它是专幕的结构 可是它上面的窗户就没有像工作作业场那么多 因为它不需要空气那么样的流通 那这一座育婴房其实原来不是盖在这个地方 它是在1954年盖的 盖在大巨蛋的旁边 那因为新建大巨蛋的需要 所以经过文字会他们那边考虑的结果 就是把那个地方拆掉 然后迁移到这边来重新组建 所以你要是到内部去看 你可以看到里面有新旧的木头 就是因为重新组建过的关系 那这个地方还是要收费的 那只照顾两岁以内的小朋友 因为还是没有办法一次照顾太多的人 那最多曾经照顾到上百位 那这个地方曾经被拿来当作 拍摄偶像电视剧的场景 叫做乡弄里的南加书店 后来他就把这场景保留下来 当作月夜书店经营 那以后会有光一国际有限公司继续经营 那开设一个叫做光一一个时间这样的餐厅 他强调的是健康饮食 跟大家在这里互相沟通交流这样的场域 它其实也可以是一个 在这边半小型活动的一个场所 紧接着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巴洛克风格的花园 叫晚香园 就位在智云工厂的中间这个庭院 早期像这样的花园其实非常的少 在1958年完成这一座以后 这个地方曾经是很多大学圆艺系 或者景观社区系 他们到这边来做户外教学的一个场域 然后很知名的歌星崔台青 他也到这边来取检 所以曾经风光过一时 它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花园 因为它的规模没有那么雄伟 没有那么大 但是有这样的味道存在 因为它是一个举合图案造型的花园 那它从中间拉开了一条纵轴线以后 两边是对称的 那是以三层的水盘 喷水池作为中心 还有四条通道可以通到智云工厂 那这边的几个模特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身材跟我们看到西方那种女生的雕像 比例不一样 因为它是以东方人的身材的比例去做 所以是一座东西河壁的公园 在这个花园里头 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非常的漂亮 你从左边这个角度看过去 可以看到后面很多的高楼大厦 它一点也不违和 那从走廊往外看 这样的场景 应该会让工作人员 卸下一整天的辛劳 再介绍一下生态水池 这座水池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因为好的地方它其实自己会成长 然后同时它的生态非常的丰富 你可以常常在这个地方 发现新的物种 包括动物或者植物 这座生态池是人工的水池 因为当初需要一些泥土 去天高厂房跟倡库 所以就在这边挖了三座水池 那挖了这三座水池 除了土的需求以外 其实它还有防洪 还有降温 景观 这样的功能 同时那个时候 自来水还不足 所以当初的有些用水 还是取这边的水 经过过滤以后 那可以提供作为一般性的用水 那这个地方也是飞鸟 南港山系西径的一个中继站 鸟飞到这个地方累了 可以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 然后再继续前进 它的水源是来自柳公郡的支流 不过现在这条支流已经被填平了 那这座池现在就是看天吃饭的池 下雨的话它水位就高一点 没有下雨的话水位就会降低 好 从不同的角度它就有不同的感觉 在公曼局时代 这个地方种了很多的莲花 所以才会被叫做莲花池 那员工自己在池中建造了一座粮亭 很多人都会在这边拍照 所以是很多员工一个共同的记忆 这座生态水池 它有很多的鸟类喜欢到这边来造访 我这边有列出来好几种鸟类 那要是你运气好的话 还有可能看到很难看到 然后很珍贵的翠鸟 那因为这个地方 世纪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然后它又是有水有树 然后旁边有倒影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是很多游客还有附近居民 都很喜欢住足休憩的场所 好 这边就是我在那边拍到的几只鸟 那个陆科的鸟类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这个地方食物充足 宏贯水池已经是这里的房客了 有好几个家族就常住在这个地方 白头翁的话 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它的中影 还有几个有趣的空间 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有五个空间是在一楼 有六个空间是在二楼 平常大家接触一楼的机会会比较多 接触二楼的机会会比较少 但是有时间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到二楼去走一走 因为这个几个单位都很值得大家去看看 好 这边标一的就是台湾设计馆 台湾设计馆其实它占的空间还不少 这边标了好几个一就代表这几个一就是 都是属于台湾设计馆的展馆之一 其中有一个就是不只是图书馆 它是第一楼以设计作为展览主轴的专业博物馆 它每年大概会有七到八档的展览 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可以逛逛的空间就是文创大街 这个其实在没有展览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广场一个通道 但是在有展览的时候或者有市集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条文创的大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因为是人潮 毕竟的地方 所以很多的展览跟很多的活动 都会在这边举办 也最容易吸引到人潮 在东侧的资源工厂一楼最北端 就是水水市集中烟小麦所 它是一个结合艺术跟人文的复合空间 这里面你可以在这里喝咖啡 它有时候也会举办工作坊或者小剧场 它也展示很多创作者的新的作品 所以它是一个展示跟交流群聚的聚落 风格店家是一个创意的聚落 让一群年轻然后有一点点基础的设计创作者 他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大家互相的交流 除了创作者跟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之外 他也可以跟消费者做一个对话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逛逛就会有不同的发现 当你喜欢上一个东西的时候 也许在现场服务的就是设计师 你还可以请他帮你改造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强调那个师座的精神 那种前店后厂的模式 所以很多都是由设计师本人在现场做服务 第五个跟大家介绍的是台北松烟御场 这是一个澡堂改造的空间 刚刚提到的不只是图书馆 那边是女澡堂 这边是男澡堂 女澡堂在设计上那就比较柔性 那男澡堂这边就比较开放好爽 比较宽阔 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展场 那也可以在这边办理活动 所以是一个可以多元使用的空间 除了室内空间以外 其实它还延伸到室外的庭院 所以两个产业可以结合 一起办一些活动 接下来位在楼上的创作者工厂 这是协助文创跟艺文工作者 创作跟创业的资源整合 会整群聚经济需求 产出创业内容 推出自制展演活动 合作开发独家商品 展量打造松原制造品牌 具体展现创业内容 跟实体开发结合的一个场域 在这个地方 你没有太多的经费可以在外面租场地 就可以利用这边来作为你的办公创作空间 那园区会提供很多的辅导协助 帮助你去行销你的厂牌 然后打造你个人的设计风格 然后开发你的商品 这个地方后来跟美国创新中心 两个地方使用一个共同的区块 那美国创新中心 它是美国在台协会跟台湾设计中心 他们共同设置 那在亚洲算是第一座 它是极力地在推广数位创业设计 有关的数位学习 那这里有很多的设备 刚刚提到创作者工厂这些设计师 也可以利用这些设备 那民众也是可以使用 它开放它的电脑设备 3D印表机都媒体装置 书籍DVD还有线上的资料库 可以供一般的民众来使用 这边也常常会自己办一些 以创新创业数位 文化跟设计为主轴的讲座 工作方和DIY的活动 都蛮有水准的 有机会其实很鼓励大家来看看 台湾设计联盟TDA 它以前这个地方 这个空间是高级品质放间 跟机械仓库 它成立在2010年 它是为了世界设计大展 跟世界设计大会 所成立的一个团体 它含瓜了7个领域 包括工业设计 室内设计 视觉传达 设计 设计推广 设计教育 流行时尚设计 体验设计跟设计研究 这7个领域 同时由这7个领域里面的 21个组织所持入成 所以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专业设计团体 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办公室 也是小型交流中心 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小型的展场使用 另外以台北设计沙龙 这个地方我也很推荐大家有空 可以来看一看 因为它是免费的展览 但是都非常有水准的展览 衣服是世界四大工业设计的比赛之一 得到这个奖有点像得到奥斯卡奖一样 所以地位非常的崇高 这里也是他们的办公室 教育中心 领域中心 也是他们的展场 第10个介绍新讲堂文创基地 这是刚进驻的一个单位 它设计的非常的漂亮 它这个产域本身就是一件设计作品 它找了两个单位一起设计这个场域 它是熊斯集团底下的一个文化品牌 叫新传媒 它将这个地方活化为文创基地 叫做新讲堂文创基地 它以后会在这边办以生活体验 为策展主筹的一系列活动 包括像旅行与阅读 讲座 展览活动 所以这个地方以后会有很多的活动 在这边推出 它设计这个有点像拥抱这样的场域 也是希望说参与者到了这个地方 感觉是舒服的 会乐于参与他们的活动 第11个要介绍的是刚刚提到的大食堂 也是一间多功能的集会场所 宽22公尺都没有支撑住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它的宽度比刚刚提到的1号仓库 20公尺宽还要宽 所以这个地方很适合 跨场域还有多元跨界的展览空间使用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项展览 它把这个地方布置成这样 非常的有现代感 在古墙的空间里面 有这样现代化的设施 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再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应该认识的松烟 以前我们常常会找不到松烟的路口 松烟虽然有五个路口 可是123在世界设计大展那个时候 因为人潮太多 让附近的居民饱受塞车之苦 所以对外其实不太提到这三个路口 主要的还是告诉大家 从4号5号这两个路口进来 但是4号5号其实离捷运站有一点远 大家不容易找到这个地方 以后就方便了 现在6号的出入口已经开通 所以从捷运的5号出口出来以后 大概走个几十公尺 就可以到达华氏对面的这6号通道 以后进入园区也就不用再绕远路 再来就是我担任志工的时候 被问到最多的问题 其他志工也都有同样的意见 就是很多游客都会问厕所在哪里 其实这边的厕所它设计的很人性化 它在每一栋建筑的中间都会设置厕所 可是因为都是平面的 所以大家看过去不容易看到厕所的位置 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特别做一下说明 就是每一栋中间的位置就是厕所 那有两间厕所就要跟大家特别做一下说明 一间是性别友善厕所 我是觉得它是我接触过 最符合性的友善的一间厕所 因为连男生进小便斗间 它都是独立的一个空间 你就不清楚它是男生使用女生使用 就是你的长相也许是女生 但是进到这一间厕所去 你要上小便斗 这个地方便不会看见你上厕所的行为 那再来有一间11号这个位置的这间厕所 它旁边有一间亲子共用的友善厕所 那要是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多加利用 最后我是觉得松原是一个好地方 它是台北市的一片废片 它可以净化空气 它也是鸟类的天堂 很多不同的鸟类 不同的时间会造访这个地方 所以要是喜欢听聪明鸟叫 欢迎到这个地方来 它也是附近居民的运动场 还有很多市民汲取薪资 跟放松疗愈的最佳去处 它也见证了台北市发展过程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台湾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场域 现在是台湾设计跟文化创业产业的旗舰发展基地 那希望带动全国设计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然后再去强化台湾设计的软实力 这么好的园区 园区也很用心的在经营 我们志工们也都很努力的 希望把这个地方推广出去 希望被更多的人看见 所以很期待大家的历临 有机会也鼓励大家来走走 然后也推荐给其他的亲朋好友 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